巴黎这回遭了40年没有过这么惨的恐怖袭击 我喜欢的巴黎 他们可是玩优雅的 我看见那个恐怖分子冲着已经被打倒在地的警察 还就补枪的时候 你知道我想起巴黎的警察 当时我留下多轻盈的一个印象 就那个街头露宿者 巴黎有些人他不是过不下去 他就喜欢自由流浪 喜欢睡在街头 然后我就看一个巴黎警察踩着滑板 拿着一个毯子 跑到街角给那个人送毯子 可是在我脑子里那么轻盈的巴黎警察 被这样的放倒在地 自由世界也很悬 所以这次 你知道作为同样搞言论工作的人 我有个什么感觉 我想起一句成语叫夜宫浩龙 就是说这个有个叫夜宫的人 特别喜欢龙 家里到处房子 柱子上都画的是龙 后来天上的真龙听说了 说这夜宫这么样的爱我 我得去会一会他 激情四射就下来了 夜宫你好啊 再一看夜宫 跑没影了 吓坏了 他见到真龙 把他吓死了 我用这个成语啊 想起我对这个法国式的言论自由的感情 平常我们觉得言论自由 可是我这次明白 真要让我到了那个言论自由啊 能把我给吓死 这个查理周刊 他是个什么样的周刊 他是个讽刺与幽默吧 他是个但刊方针啊 就是专门讽刺一切神圣不可侵犯 你上帝怎么了 耶稣怎么了 教皇怎么着 总统怎么着 照样画漫画 彩虎你 哎拿你啊 取笑 你也知道 这个虔诚的穆斯林 穆罕默德 在他们心中是什么位置 那么他你看他这个 他过去这个杂志就给扔过燃烧蛋啊 就引起过穆斯林团体很多抗议啊 就是说他画什么 我一看 就是穆罕默德啊 光这个屁股 还有设计对白的 穆罕默德说 你们喜欢我的屁股吗 还画一个穆罕默德满脸痛苦的表情 设计对白是什么 这帮傻叉 追捧我 我追捧的都都都都腻歪了 都烦了 你这是骂谁呢 所以 这让我感觉到 当然咱们肯定啊 你这个恐怖袭击 滥杀无辜 这个是 这这事可也孰不可忍 哎 这这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我觉得你看中国人 讲究这个中庸之道 我发现中国人的这个反应啊 比西方世界的那种群众 走上街头的群众啊 反应要稍微复杂一点 你看西方这个世界这家轰动了 大街上人人都举着笔啊 就举着笔就是说 此时此刻我们都是查理 我们支持查理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 但是中国人一方面谴责恐怖袭击 但另一方面呢 私心里也会觉得有点说 哎 这么拿他们信仰的这个先知 开玩笑 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过 嗯 所以你看我看到的是什么 某种这个文明的冲突 你比如说站在中国人的角度 咱们肯定比美国人都特能理解 一方面呢 咱也懂 你比如说刺杀金正恩 好莱坞 你拍这么一个电影 美国人觉得这是言论自由啊 我们自黑更厉害呢 我们刺杀自个总统 我们都拍电影 怎么就不能拍刺杀金正恩呢 可是你要是站在朝鲜人的立场 甭说朝鲜人 你就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喝 你们拍一电影 刺杀我们领导人 哎 这个心情咱也完全能理解 所以为什么中国老弃权呢 就是你看咱两头都明白 我再说回到这个查理周刊 现在这个世界各地的漫画家呀 都声援他画漫画 你看这幅漫画 有意思 他有这个设计对白 设计对白就是这个恐怖分子 就是说 黑猪first Drew 说他先画的 他先画的 这个就 但是Drew这个英语里是个双关 就是又指的他先拔的 他先拔枪的 这画是讽刺表达什么呢 就是说 哎 我再怎么着 我是拿纸和笔 你拿火箭筒 你拿AK47吗 你再看下一幅漫画 这个漫画家也表达他的思想 就是说 你大家看他画什么了 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画 可是实际他旁白 这说明就是说什么呢 这是一张什么作品 这个 种族观 道德观 宗教观 文明观 文化观 观观观 什么观 都完全正确的作品 就是这样 就等于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画 我做这个主持人 这么多年 我跟你讲 反正中国 至少中国的主持人 脑子里有个铁律的 宗教问题 绝不能开玩笑 出过事的 你一不留神 开个玩笑 有些宗教团体 不干了 人家稍微发封信来 哎呦 这电视台 就得磕头如捣算 登门道歉 公开道歉 内部处理这个主持人 但是 我到现在也认为 这是对的吧 这是对的 我到现在也觉得 那是啊 你讽刺人家信仰的 神圣不可侵犯 那么是应该道歉 但是 我再一看 这法国式的 这言论自由 好家伙 嘿 扔燃烧弹是吗 政府派警察 保护你 政府派警察 捍卫你 讽刺他们 穆罕默德的自由 我说这东西 我真是 夜空好龙 就是说你真让我那样 能真碰着言论自由 能把他给吓死 咱承受不了 你说 他们现在 就这样了 就像刚才那幅画 我觉得 哎中国人讲究的 中庸之道 八面玲珑 可是另一方面 我也越来越感觉到 如果你说的话 什么都不会触犯 你就是一人精 你什么都想到了 哎呦 结果 就是一句成语 沉默使今 你等于不说 最安全 可是 现在 AK47 想了 画家 躺在血泊中 我们 还要沉默的事情吗